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這期影片的企劃蠻特別的 起因就是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其實很喜歡手沖咖啡 但是他遲遲無法入門 就是因為可能看學長影片有五花八門的器材 不知道怎麼買起 那我想可能很多螢幕前面的觀眾朋友 也跟他一樣有這種狀況 我想玩但是不知道怎麼買起 所以這期影片我覺得推薦一些絕對超值 而且短時間之內你不用升級的器材 作為你的採購指南 OK,那我們就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好,首先 如果你喜歡喝手沖 但是你每天是沒有那個十分鐘的時間來做手沖的話 我個人建議就不要想手沖的事情 你就直接上一台防手沖的咖啡機 那我推薦的就是Hario的Coffee Maker 2代 也就是俗稱的Caffeyron 2代 這台咖啡機它的設計上面就是為了手沖而設計 那它是使用V60濾杯 所以它的風味跟手沖會比較接近 而且當你喝膩的V60的時候 你可以換其他濾杯 所以它的方便性是非常好的 可以滿足你喜歡喝手沖的需求 OK,那如果你每天是有那個十分鐘可以來做手沖 那你就可以來考慮這些器材 那首先我們先從最重要的磨豆機開始 磨豆機分為兩大類 一個是電動的,一個是手動的 如果你覺得你根本就不會把磨豆機帶出去的話 你直接買電動的就好了 不用再問我電動的手沖了 電動的真的非常方便 而且很省時間 你就直接買電動的 好,除非你真的有帶出去的需求在買手沖的 那電動的部分呢 我直接建議你就直接上到中間磨豆機 就是這台BARASDA的磨豆機 它大概是8800的價位帶 為什麼呢? 因為它細粉率非常非常低 所以就算你是一個小白 就算你是一個手法超爛的人 面對細粉率低的磨豆機的時候 你也比較不容易衝出瑕疵 所以你很快就會覺得說手沖很好玩 這非常非常重要 直接上是最省錢的 那如果你是有帶出去的需求 譬如說你真的會把它帶出去露營 或者說你需要帶來帶去的話 你可以考慮這台 就是MINOS的手法磨豆機 這台價錢大概是3580塊 雖然價錢也是中階價位帶 但是呢 一,它的外型很漂亮 你比較不會想要升級 二,它的功能性 或者說它的風味上面都很好 所以呢 這個價位帶可以讓你用很久很久 不用煩惱升級的問題 那磨豆機就是這兩款 那接下來第二個大重點 是關於你的手沖壺 手沖壺我直接建議你 直接升到溫控壺 因為現在溫控壺的價錢越來越便宜了 而且它有自帶溫控的功能 你就不需要再買額外的溫度器 非常方便 那溫控壺的選擇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就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Fellow 第二個就是泰摩的魚溫控壺 這兩個功能呢 幾乎都是差不多的 那它們差別就是 Fellow 的外型呢 很有辨識度 非常漂亮 但它價錢也比較貴 那魚呢 它的外型其實也不錯 所以它的CP值相對來說 是非常非常高 如果你覺得這兩個外型 你沒有覺得哪個比較偏好的話 你直接買魚真的是很划算 那魚有分好幾個款是怎麼買呢 直接買600的細口壺就可以了 黑白隨便你 你喜歡哪一個就買哪一個 因為呢 這個600溫控壺好控制 而且呢 它的重量是最輕的 而且呢 你也不用考慮說 賀嘴的問題了 因為以你初學者的功力來說 你根本用不起賀嘴 你無法操控它 你不如直接買細口 會讓你的充足的過程之中 神勢很多 等到你真的很厲害的話 就去考慮賀嘴的問題 OK 所以溫控壺的部分呢 也解決了 那接下來是關於濾杯 濾杯也是大家最困擾的部分 那學長跟你講 其實不用想那麼多 你就分為兩大類 一個是 你有想要認真玩玩手法的 另外一個是呢 其實你也不想要研究什麼手法 你就想要簡單衝 好喝就好 這兩個部分 你先弄清楚你自己是哪一種的 如果你是那種 我其實不想要學手法 我也不想研究手法背後的一些原理 你就直接挑T型濾杯 T型濾杯呢 兩種 一個是 山羊濾杯 一個是 潑佐劍燒 這兩種T型濾杯都非常好用 而且非常防呆 你只要水下去 你要斷幾次水 其實風味影響都不會非常大 非常非常好用 就是T型濾杯就可以搞定了 那如果 你是想要 學學手法的 想要有點變化性 有點自我挑戰精神的 那也可以 你直接上V60 因為V60是目前市面上 各種手法 討論度最高的 你比較有延伸空間 你先把V60學一學以後呢 想玩7家濾杯的時候 你再去玩有很多的 基本的 都是在V60上面 所以你就直接買V60就好 V60又便宜又好用 濾杯的尺寸呢 你就直接買01 不要買02 因為濾杯越大 其實你用起來是越困難的 直接買01就好 那濾紙的部分呢 你就直接買漂白的濾紙 不要買非漂白的 你就不用反而這問題 用買漂白就好 然後呢 買三陽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它的流速又很快 然後搭配V60 或者是 三陽的T型濾紙 其實都非常好用 流速很漂亮 不會有苦澀的問題 所以就買三陽就可以了 那剩下部分呢 關於電子秤的部分 電子秤你是一定要買的 不然的話 你是個初學者 你不要覺得說 你憑你的感覺上面 就可以把重量跟水量控制得很好 這是不可能的 就買一台電子秤就對了 可以幫助你非常非常大 那電子秤買什麼呢 直接上鈦模的黑徑 因為鈦模黑徑呢 是目前市面上 價錢比較貴一點 但是它的CP值啊 非常非常好 無論是美觀 或者是它的敏感度 或者它的保固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你買上去以後 短時間真的不用升級 不用反倒這些事情 那分享壺的部分呢 隨便買 只要你看得順也漂亮就好 功能上面沒有太大的差別 好 那以上這些東西 就是你所需要 手沖的所有器材了 一次到尾你會很輕鬆 也不用煩惱 真真真真有一天 你覺得哇哇 好像很會喝的時候 再去煩惱 升級的事情就好了 先買罰這東西搞定就好 那最後呢 如果 你想要 問學長說 那我有沒有哪一個手法 是我 一定要開始學的 學長告訴你 就是學一刀流 因為一刀流 幾乎是所有手法 最最最最簡單的 如果你的一刀流都控制不好的話 其他手法對你來說 更是障礙重重 所以呢 待會呢 學長會介紹一個 一刀流的手法 並且用 剛剛我推薦這些器材 一次告訴你 這樣衝 一定是對的 OK 你就不用煩惱了 那 剛剛那些器材呢 BARASA 這台磨豆機呢 你大概磨 十二十三 溫控壺呢 大概是九十度 粉 二十克 然後你衝到三百CC就結束 所以以上數據都非常非常清楚 OK 那就 剛剛你怎麼衝呢 非常簡單 開門按下去 正中間給水就好了 你只要注意的是 你的給水 盡量維持一定的量就 就好了 剛開始呢 你可能會覺得 我的給水忽大忽小 但這個手法呢 可以讓你的 給水穩定度呢 很高 因為呢 你不太需要 一直往外繞圈 你只要在正中間 一直給水就可以了 你看很簡單 然後粉絲就會浮起來了 然後一直給一直給 維持你的給水 不要忽大忽小 這是重點 也可以順便讓你練功 因為對於初學者來說 解水忽大忽小呢 是一個致命傷 然後給到什麼程度呢 給它兩百五十mol 就這樣子 在正中間 小小的位置 不要繞太大 甚至不繞也沒關係 給它兩百五十mol 然後呢 往外繞 順順往外繞 繞到三百CC就收了 不要管它繞到哪裡去 反正三百CC就收 OK 三百CC 三百點九 OK 然後呢 等它流完 就可以開始喝了 如果你覺得喝起來濃度有點不足 你就再磨細一個 或是磨細兩個 如果你覺得喝起來已經太濃了 你就磨出一個 或磨出兩個 每天先練這一功 練個十天半個月 你再去考慮其他事情 先讓你這個風味呢 覺得好喝 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過第一關了 然後這個手法 如果你學得好的話 可以沖非常非常的久 非常的簡單 OK 那以上呢 就是學長給那個 喜歡手衝大門入門的 初學者們的一個建議 以上的這些器材呢 都是非常非常實用 而且呢 絕對不會讓你在短時間之內 覺得非常舒服的一些器材 直接身體管是最快的 OK 那今天的咖啡沖鼓攻略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